作词 李时尔 柔气不见重 风雨能开工 胸怀天的神情如红 好好谦恨在诗之中 热血针天虫 好奇观尝红 荆棘之冬 无光如龙 手中不见脚下有风 我一身争气 好奇万丈 大丈夫难而胖 不如染缸一枪痴丹 长漫漫灰心英雄盘 我白领尘缸前情不患 大仗不难而寒 众人如山自强来胆 心中有梦光耀无将 我一身争气 好奇万丈 大仗腹难而寒 不如染缸一枪痴丹 长漫漫灰心英雄汗 我白领尘缸前情不患 大仗腹难而寒 众人如山自强来胆 心中有梦光耀无将 我白领尘缸 梦光耀无将 我白领尘缸 大仗腹难而寒 老子 我白领尘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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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熟悉的 逼人喜欢研究中国的一切 中国 曾经是日本的老师 可现如今 这位老师 却远远地落后于他的学生 真是让人遗憾哪 朱先生 您要喝什么茶呢 不用了 我自己带了茶 刚才你说的那些都是好茶 但是不是中国茶的全部 这是敏东的白茶 不炒不柔 更接近茶的原味 倒是 头一次听说 来 宫崎先生 醇厚鲜爽 豪香蒲笔很妙 很妙 您喜欢研究中国 但不能说很了解中国 就像这白茶 他就在您的了解之外 我们中国人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那不知道宫崎先生 觉得应该怎样对待 我们中国这位老师呢 今天请朱先生过来 主要是想和您谈一谈 合作的事情 合作的事情 是的 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现如今 南方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浙江 上海工商界是人心浮动 我富山朱氏会社 对一些工厂的收购 完全是出于保护 而不是侵吞 这朱先生可能是误会了 如果朱先生能够停止阻拦 那么您有任何的需要 逼人都将尽全力予以帮助 这朱先生 这朱先生 如果是公平互利的买卖 我不会干涉 但是如果是强买强卖的话 那对不起 我不可能坐视不理 这朱先生 这朱先生 朱先生 逼人已经表达了我的善意 请您三思 谢谢您的善意 我也表达了我的意思 也请您三思 好 朱先生 大河沙场和罗氏药业 我是吃丁了 宫崎先生 对不起 你不但吃不到 还得把之前那些 都给吐出来 朱先生 如果我们做不了朋友 那可就是敌人 你可要想好 朋友敌人 不是由我来决定的 是看你 告辞 不送 廖长 雅琪 得不到大河沙场 和罗氏药业 是不会善罢甘愈的 六叔 我建议多派点人 看好这两家企业 免得那帮日本人 又来捣乱 你说得很有道理 这样 我现在 安排如漂去办这件事情 很痛吗 不会啊 不痛啊 答应我 以后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武陵那一帮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只是想 帮你多分担一点 我不想你太累了 那答应我没有 答应你什么呀 不要再单独行动了 好吧 那 那你要答应我 我答应你什么 答应我 你也不可以单独行动 那不行 有些事情太危险了 是我们男人做的嘛 我怎么可能答应你呢 那到底现在说来说去 到底是你听我的 还是我听你的吗 当然是你听我的了 我怎么能听你的呀 那这样吧 那大事情听我的 那其他事情都听你的好不好 不行 哎呀 你看 很痛吗 那亲一个吧 你干吗 那咬一个吧 不要 亲一个吧 疼 疼 疼啊 陈管长 我你最欣赏的 她占了 我最欣赏的 我都看见我 如果想你 就是我 打赢他 不难 打赢马宁儿这事不难 可是要马宁儿应战 这事难啊 陈馆长 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 陈馆长 请笑纳 我只要一个结果 让马宁儿迎战 宫崎先生 这钱是好东西 金钱没有国家 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什么爱不爱国的空话 我从来不谈 只是这是你我之间的交易 马宁儿这一事 您给的钱是不是有点多呀 陈馆长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如果所有中国人 都像你这样 事情就好办多了 既然是交易嘛 就不是一次两次 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长期的 所以 请你收下吧 好 有宫崎先生这句话 马宁儿那事就包我身上了 很好 武林 你要发动上海大校所有报纸 集中报道 河内挑战中国国术大赛冠军 马宁儿这件事 越热闹越好 明白 哥哥 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 河内 你明天就带人到国术馆 向马宁儿正式下挑战术 是 一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四 好 大家休息会儿 马教练 马教练 喝口水 辛苦了 让他们自己练呗大热天的 谢谢官长 学八级拳不是儿戏 既然我担任了总教练 就必须对得起这个位子 还是由我来吧 好 谁是马宁儿 你们谁是马宁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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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 河内精正式向你发出挑战 你就是河内精 你 我 决斗 我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的 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你抵 洛夫 喂 你说什么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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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简直欺人太甚了你们 谁说马宁儿怕你们的 马教练 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 国术馆头上来了 你不会害怕输给他们以后 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 你 马教练 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相比 哪个更重要啊 我觉得男人大丈夫 宁可战死擂台 也不能苟且偷生 对不对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勒太监 好 勒太监 我说你来这儿吗 你来这儿吗 他接受挑战我当然知道 但我还需要他来一趟 有些事情我要和他当面谈 来这儿可能有点难度吧 他不太喜欢来这个地方 有点难度 没点难度 我请你来干什么 要知道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长期的 陈馆长忘记了 没吧 没吧 那就去办吧 你说过金钱是没有国界的 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 也不会再有国界 金钱是没有国界 可人当然是有国界 陈馆长 如果我们之间的友谊出了问题 我想你也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去还是不去 去 去 官长 您找我 来 坐 来 喝杯茶 去 官长 您找我有什么事 对了 富山诸事会社的公吉先生 想让你过去一趟 官长 我这才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就过去他们那边 恐怕有所不妥吧 说得也是啊 不过我思前想后觉得 你还是得去一趟 是吗 官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 宁儿 你就给我个面子 你去一趟吧 跟他谈一下 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官长 其实你我都知道 虽然说表面上 公吉是富山诸事会社的人 但其实她是上海黑龙会的大头目 所以我实在不想跟他们有什么过往 马宁儿 马教练 你过去的事情 我可是略知一二的 黑龙会对你来说 也不陌生是吧 对 我的确和黑龙会有些过往 但当时我是被利用的 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好了 宁儿 我再说一次 就当给我陈明一个面子 去一下好不好 好 马宁儿 马先生 你终于来了 快快请坐吧 有话直说吧 要不是陈馆长 一再地要求我来 我才不会过来 既来之则安之吗 马先生 你在我们收购大河沙场 和罗氏药叶的过程中 有过很出色的表现 所以我们 如果我当时知道你们真正的目的 我是不会出手的 好 听说你和朱飘逸是一起长大的 但他几乎夺走了你的一切 对此我深感不平 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私事 我想 就不用宫崎先生你操心了 马先生 良秦择目而起 以你的才华 担任一个区区的武术教练 实在是可惜啊 人各有命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慢着 马宁儿先生 如果你能在与河内的比赛中 主动败给他 你不但能保全性命 而且 还有我富山诸师会社副会长的位子 在等着你 你是说让我打假拳 这么说也可以 只要你接受我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共同对付朱飘逸 你失去的一切 还可以从他那儿再夺回来 何乐而不为呢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 我告诉你 我对你这个副会长的位子 根本没兴趣 我会跟他来一场公平公正的比赛 这个假拳是不可能打的 马宁儿 你不是河内的对手 我看你有才华 这么做也是保护你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一旦你走出这扇门 可就迟了 我马宁儿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不愿意降服的猎马 跑再快也没有用 河内 这场比赛该怎么打你明白吗 明白 马宁儿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挑战呢 马宁儿争强好胜 接受挑战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他好不容易才拿到国术大赛的第一 刚刚在国术馆站稳脚跟 就算再争强好胜 也不应该那么轻易就接受日本人的挑战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平野 你们都看见了吧 这全上海的报纸都登了 马宁儿已经接受了日本人 河内惊的挑战 三天之内就要在国术馆开打了 能这么快把消息扑遍整个上海的人 没有几个人 这事肯定是武林干的 这正是我担心的 日本人这样做肯定是别有用心 不行 我要去找马宁儿 现在已经晚了 报纸都登了 再说你找马宁儿 他也不一定听你的 不管他听不听 总要试试吧 师父 思路 如果你们能亲眼看到我打败河内卿 你该有多好 宁儿 你又来找我做什么 我的确不该来 但是你跟河内惊的比武太重要了 我希望你到时候不要用鹰爪弓 因为空手道是刚猛的 你的鹰爪弓也是刚猛的 你这样硬碰硬 恐怕没有什么优势 是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 麻烦你可不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我只是想帮你 以我对空手道的认识 以钢克钢不如以柔克钢 我希望你能发挥八级拳的优势 如果再能融合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 对你一定有帮助的 我用太极 还四两拨千斤 左飘翼 你是来向我炫耀的吧 我用不着你指点 也可以打败河内惊 给我滚 我的话 你考虑一下吧 我是想你赢 告辞 朋友们 来宾们 记者朋友们 万众瞩目的日本空手道高手 何内惊 挑战国术馆总教练 全国国术大赛第一名 马尼尔的比赛 现在正式开始 这事呢 我们一直在放业 就铁礼 毛戏 尽快点 83 004 尽快点 这么疼的 我去找你 我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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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去走 我去走 走 我虽然说 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 但这毕竟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比赛 虽然看来 这河内京不怎么样 但却是招招致命 条一 你怎么看 我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呢 对不起 非常好 杀好人 起来啊 起来啊 快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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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 快起来啊 快起来啊 杀好人 她 我 送他去医院 好 来 快 大家看看 这个马宁儿 被日本人打成了什么样了 这简直是丢我们中部人的脸 丢我们国术馆的脸 我在这儿宣布 从今往后 马宁儿跟国术馆 断绝一切关线 快 小心点啊 来 小心 医生 医生 小心啊 医生 这边 这边 快 快 医生 医生 人哪 来 不许找医生 来 我也去 宁儿 坚持一下 没事的 坚持一下 医生很快来了 医生 医生 坚持一下 小姐 你干吗 里面在做手术 先生怎么了 医生呢 在做手术 做手术 对啊 医生 医生 你是医生吗 来 跟我来 快点 快点 医生 开什么玩笑啊 我正忙着呢 我这 医生 你等一下 别人马上回来了 行 医生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 我们去找他 快 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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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开领衫 断了左手右脚的人离开医院 没有 我们分头找吧 好 好 这是谁啊 大家快来看看 这不是全国国术大赛总冠军 马尼儿 马先生吗 马尼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朱飘逸不是送你上医院了吗 陈铭 原来你是条日本狗 我是日本狗 我是日本狗 住手 住手 马尼儿 马尼儿 我之前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跟你说了 可你一意孤醒 现在后悔了吧 我说过 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你 我们走 去死吧你 看什么看 等死吧你 我来帮你吧 走开 走开 怎么样 四处找遍了没有啊 你呢 我也没找到 你怎么样 没有 不用再找了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你们先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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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先吃点紫荫 藤耀 你给我滚 我被打败了 而且败得很惨 怎么样 看待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得意啊 我怎么会呢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如果你想帮我的话 你现在就给我滚 滚 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你需要医生 你需要都不需要 我什么都不需要 朱飘医 你堵走了我的一切 现在我只剩下 这一点点的尊严 难道你也要抢走吗 如果你对我还有一点点仁慈 可不可以请你马上离开 不要连我现在一点点的尊严 都要抢走 行不行 行不行 我走 我走 吃的喝的 还有一些药在桌上 保重 他 他 是 还有五分钟 就是外面卫兵换岗的时间 我会尽力把你救出去的 你干什么 放开 放开我 马宁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他人呢 他可能已经死了 你怎么来了 我替一个人来给你带句话 什么 那个人说 他对不起你 他曾经告诉过我说 他这辈子伤害过很多人 你是其中之一 我来这里 就是得他向你说一声 对不起 是马宁儿让你来的吧 他其实一直都特别担心你 很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所以你要好好地生活 这样他才能安心 好吗 事实胜于雄变 河内打败了中国国术大赛的第一名 武林 下面该怎么办 我想你是知道的 是 哥哥 我会尽全力发动一切报纸 来宣传我们的空手道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空手道馆 将会布满上海以及全国 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人残存的那点关于国术方面的骄傲 将会一去不复返了 很好 河内 空手道馆的推广工作就拜托你了 越快越好 我希望上海的大街小巷 都能看到空手道的影子 是 现在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 就是那个朱飘翼 武林 大河沙场和罗氏妖叶的事情 不能停 是 请哥哥放心 我一定会加紧推进的 如果那个朱飘翼 胆敢再出来阻拦 逼妖的时候 就想办法做掉他 是 陈館长 陈館长 宫崎先生 你怎么看 一切听宫崎先生您的吩咐 到那个时候 你就派上用场了 是 陈館长 你要知道 有些事情 一旦做了第一次 就只能往前走 再也不可能回头来 不要有思想包袱 不可能回头 十节第一 日本空手道 招生 你好 打扰 这是我们日本空手道 我们日本空手道 十节第一 中国国术 不信 欢迎来我们这里 免费学习空手道 打扰 十节第一 日本空手道招生 表义 既然你意义决 我会支持你的 宁春 你呢 日本人这次 真的是太过分了 为了中国国术 我支持表义 只是河内津他不是一般人 你这次一定要小心 如风 我还用说吗 那帮日本人 我早就该教训教训他们了 我取双手双脚赞成 表爷 要不要我帮你打头阵 打头阵就不用了 你帮我 向日本人下战书吧 这是个好拆势啊 我喜欢 我决定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宁春 我需要你帮我 发动上海所有报纸 全面报道 我挑战河内津的事 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 хот不偶尔 我很高兴 这是对 这 站住 你 什么地干活 我不是来干活的 我是来送信的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通报去啊 你 在这儿等着 你 进去吧 进 又是你啊 这几天不见 貌似妖气又增长了 要不要我帮你除除妖气啊 还有你 大鲸鱼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好好地在海里不待着 非要跑到陆地上来干什么 不饿死你 也迟早得憋死你 进了 挑战输 不 看我干什么 没见过帅哥啊 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 我 我叫陈如风 来自河南陈家沟 朱飘逸呢 是我师弟 今天我来啊 就是替他向这条大鲸鱼下战输的 我用思念画一座车 落笔之处写满轻声 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只愿总裁你一个人 轻轻描淡写 轻轻描淡写 那些离分 提笔约染你的一吻 小小的人 脸颊未分 等着你说我们 我们 要看不見 封搜叹米点 爱太难 只怕草率 晕了秋山 混沌多泛满 也要难也好浓淡 愿君落散 花里容易爱太难 山水再美也不断 回忆的质感 枯加好的冥暖 熬陷了遗憾 我泪一泛 山水染了我的掌纹 多了几分 对你的钟情就多了几尘 情永远的心神 思念放昏 用情多深 山水就有多了 用情多深 山水就有多了 山水就有多了